这等中心任教老师们常常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教育技能 但往往苦无经费 桃园华光这等中心在获得老委会桃园职讯中心的经费补助之后 大大改善了老师的教育品质 母亲节应景的活动 达官部落的赖胜美从儿子手中结下母亲节贺卡和一朵康乃馨 这样的满足感是在一年多前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因为有严重的偏头痛和高血压 泰雅族的赖胜美过去根本没有办法帮家里做出众的农田工作 只能靠着偶尔打零工赚点微薄的收入 因为我本身有患很严重的偏头痛还有高血压 所以我平常就是有零工就打 没有零工就在家里带小孩 生活的压力让赖胜美的偏头痛越来越严重 但是达官部落的社区发展协会带来了好消息 他们和中区职业训练中心合作 开启香草植物食物应用班 教导原住民妇女各种香草植物的栽种和料理知识 像是这五种的香草植物 枸杞 红枣 香茅和迷迭香以及薄荷 组合起来就是一壶最具功效的养生茶 不只可以帮助稳定血压 还可以健康养生 就连这盘松饼都大有来头 刺葱和松饼粉搅拌均匀 加上蛋和酥油 烘烤出来的松饼不但热量低 而且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 还有这盘清蒸红萝卜 用有机胡萝卜加上蒜头和香菜 煮出来的料理更是健康一百分 而这些香草料理的新观念 都是中区职讯中心的课程内容 一连串的训练 让过去身体不好的赖胜美 现在看起来精神好多了 我学了这个以后 就是对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学的是养生的料理 所以对我本身自己患有高血压 所以我在饮食上面 我就知道该怎么养生 对家庭以及小孩上有很大的帮助 经济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只是变得更健康 还多了经济效益 现在赖胜梅不只做香草料理 还会自己搭配香草做成手工香皂 这种天然没有化学原料的手工香皂 也受到部落的重视 和养生料理一样 要推广到达关部落里 让其他的居民一起享受健康快乐 明日新闻综合不老了 明日新闻综合不老了